五行分为木火土金水,按顺序把它写出来,从左至右相灵相生,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隔位相克,木隔着火克土,土隔着金克水,水隔着木克火,火隔着土克金,金隔着水克木。 这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,对应的天干,甲乙为木,饼钉为火,物己为土,更心为金,人鬼为水,还有天干五合合化之后的五行。 我们从中央土开始把石天干顺时针写上,甲乙和画土,以更合化金,饼心合化水,钉人合化木,虚鬼合化火,所对应的地支。 银毛为木,四五为火,身有为金,亥子为水,陈须丑味都是土,代表的颜色,木为绿色,火为红色,土为黄色,金为白色,金属光芒之色,水为黑色,深渊无痕之色。 五方,木代表正东方和东南方,火为正南,土为东北和西南, 金为正西和西北,水为正北,五行,这个行是形状的行,木为长方行,火为三角行,土为正方行,金为圆行,水为波浪行,也为曲线行。 五季,五季,我们都知道一年有四季,这里五季指四季月,就是每个季节最后一个月,也相当四季的前十八天。 木为春季,火为夏季,土为四季月,也就是陈须丑味四个月,金为秋季,水为冬季,对应的五脏,木为肝胆,火为心脏和小肠,土为脾胃,金为大肠和肺,水为膀胱和肾,对应的五兽。 我们常说的左青龙又白虎,前朱雀后玄武是四季,还有一个中间土为黄龙,就是东方青龙为木,西方白虎为金,南方朱雀为火,北方玄武为水,五常就是仁义礼之姓,木主人,火主礼,土主姓,金主义,水主之,对应的五味为酸甜苦辣咸,木主酸, 火对应苦,土对应甜,金对应辣,水对应咸,对应的树。